我们简单回顾一项开的两个高官表演,比赛开场10分钟左右,吴伟在左前场进去那附近,得带了队友的一个高空长球,这个球有点高看上去,并不是合射能,吴伟突然做出了转身凌空扫射的动作,动作舒展协调力度很大,皮球温伤飞向球门,和膝伤伤偏出,这个射能很突然,把对手打懵了。 虽然明镜但是得到了本队球能的掌声和欢呼,另一个表演在比赛的尾声,吴伟在中前场左侧,通过自己的盘带贵人稍入禁区,在对手养明后为了强力铲球的情况下,强承桥角度射能球,打盖力度胜弹出,本场比赛吴伟打出了动力虚假连赛后最好的表现,他首发出场,并且打满了全场比赛,并且在比赛中高官表现。 打出了凌空扫射的世界冬,也打出了自己通过弹大过人的完成射能的一条涌,还打出了近区附近冷静的弧线球,而且全场比赛的体能充沛,比赛机场的体能有所相强。 小遗憾是没有进球,但是他的表现,还是得到了从本队球运,西班牙专业足球媒体,带主教练的支持和肯定。 足球媒体给他打出了第四个高分,主教练吴伟表示,无论是我们的球员中,最有能力打破场上平衡的。 我非常喜欢他感觉过人勇气,每一周他都更加容易球队,更加熟悉地友,我相信他迟早会进球的。 我不会过多个全民于吴伦的进球,我更希望球队获胜。 不过今天他已经非常接近进球了,令人均很高兴,看到吴伟的精彩表现和进步。 但是我们更应该心情地看到比赛的对手是吴伟。 在上一场队正强队瓦伦需要队的时候,吴伟就没有这么自信。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迅速提高体能,尽力去适应该队看高激烈程度的比赛。 那么之后在面对强队的时候,才能打出自信心打出高水平的比赛。